说实话 我对这个什么赛制啊 这些个什么冠军亚军什么的 我并不关心 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脱口秀本身 你知道也有这个 你们脱口秀节目约我去 我可完全不是瞧不起脱口秀 相反我觉得我是太敬畏了 就是 我觉得我被伤着了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教给我一些 是心理状态 我们家的这个男人呢 共同的特点就是你别看 我其实我脸皮挺薄的 不像是吧 非常像 其实就是我在台上 可以达到一个不要脸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是个举轻弱重的人 就容易把一点小事啊 看得太重 我就记得我给伤着这回啊 我给这个头口就伤着这回 是多年以前 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典礼的这个 一个活动 那个他那个典礼的活动 甚至是跟一个交响乐团的配合 一个主持人上去 那当然都是写好了词 都是那种朗诵的 但是呢 我当时就觉得这样太闷了 都是这样一个交响乐 我就想处理成这个 就像你们今天说的脱口秀 这就能不能 我就幽默一点 让大家笑一点 要不全是那个 那个施朗诵了 然后呢 你知道就是 我就得自己改人家这个词 我改人家这个词呢 我还不能违背人家这一段 我得把人家这一段 要说的主题给说出去 但是我还得让他变得好笑了 对吧 我就记得大概是三天两夜吧 就为了这几 就说实话三四分钟 最多五分钟吧 三天两夜就不能睡觉 我就反复的琢磨 完了之后啊 就就背 就背诵 就是然后反过背 然后呢 实际上这个当中一直 你是有这样的精神压力的 就因为你怕 这玩意儿 你可是毁了人家的 就是他要不就得乐 对 他要不乐 您这就不知道算是在 就是一段安静 你就不知道在干嘛 而且你把人家整个的 这个就搞砸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 就所以你知道 一直到上场的前一刻 实际他那个朗诵的词 我都早都倒背如流了 就我就是脑子跟量子力学似的 直到上场的最后一刻 我都在犹豫 看现场的气氛 是给人就朗诵 那是最简单的 对吧 也不会出错 还是找我这段 准备了三天两夜的 最后一刻 那还真是挑战 就是我就来了 成功了 成功了 那怎么还得伤了呢 我就感谢这个 就是因为现场观众好 非常的成功 然后呢 成功到我们当这个台长 跑到后台来 我说太好了 因为他们也期待 看到有一个人 打破了这个气氛 而且 而且又没有违背 主题也得到了颂养 你知道吗 就这样一种方式 太好了 好 三天两夜 对吗 当时上台演出 就是这么五分钟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当天夜里失眠 就是这件事情 对我造成的这个压力 失眠是什么 你不能叫幸福的喜悦 一夜睡不着 脑子里一遍一遍的在回放 当时我在台上 我觉得那种就疯了 你知道吗 也就是自己就从床上爬起来 当时想我是怎么说的 就是喜悦 然后大家 你看看 这台不是喜悦吗 第二天都没睡着啊 就最后吃安眠药 才睡得着觉 那不叫喜悦 所以打这 你知道 你在打这以后 就是说他们上我 让我凡是去大点的热闹的场合 就被自己这种吓着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怎么可以这么重视 就对这件事太 所以我不知道你要是演出失败了 或者是说这事 大家冷了 大家不笑了 这个事对你来说不伤害吗 这种伤害怎么度过呢 这种伤害现在会好一些 就是你会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 如果你讲冷场 你会把这场当做一个 非常绝对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那是会进行全面的自我否定 我不是一个 我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笑的人 我这段子就是不行 尤其跟别人一对比 你就觉得 我现在连他也比不过了 我连他都比不过了 你会有这种 然后等后来呢 随着慢慢有一些经验呢 会尝试着去把这个东西分开 就是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不要全面的否定自己 那你可以说 那我这段子可能就是不成熟 我可以再写一写 再改一改 或者是今天的整体的气氛 都不太好 那可能也不光是我的原因 就是你不要全面的否定自己 还是要给自己一些鼓励 我感觉也是讲脱口秀以后的 有一些变化 就我的那个评判的标准 现在越来越往自己身上去移了 是 因为脱口秀 它往往就是这样 就是它的那个喜剧形式 我有时候感觉 就跟其他喜剧形式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别的喜剧 有的时候比脱口秀好笑多 那么我为啥不去看别的 我就看脱口秀呢 对呀 它的区别我感觉就在于 脱口秀它是一个 非常带有那种 就是文艺复兴色彩的一种喜剧 就是它以 说的太高 没有没有 这太有意思了 就是 我是万物的价值 我是一切的价值 回到人本身 就是 人是万物的尺度 万物的尺度 我 而且这个人是非常具体 我是万物的尺度 我是观众 我 这事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跟你们怎么认为 是没有关系的 我只要把它讲得好笑了 你们觉得 也有些道理 或者说 这也太荒诞 但是挺好笑的 就OK了 所以慢慢你就会觉得说 如果这事真是我想讲的 我是没处理好 那你就会没有那么的难过 因为觉得 就是我的能力还有问题 就是 不是说那个脱口秀大会 是第三季吧 那个时候你上 他们说 你是不是还是用一种 就是等于说 是在线下演出的 这么一种 自己的审美 来对待这个演出 而且是很挚扭的 要这么演 但是好像这个 一败涂地 对 你觉得这个是你的问题 还是这个适应 这个场合的问题 那肯定是我的问题 就是我 你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不是 他第四季就成功了吗 我没有觉得 我没有觉得不对 我到现在也不后悔 我当时那么做 因为我当时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要看看 所谓的线上跟线下 它差别在哪 其实那一季 我达到这个目的 对我来说就够了 同时呢 再把我的 我积攒下来的一些段子 我觉得能放到线上 你就感觉 给了他们一个 很好的归宿 因为他就留在那 能被那么多人看到 你就感觉 我也对得起他了 因为他 那些段子 他是这么多年 一场一场 他给你挣钱 给你所有的行业里 别人的对你的认可 观众同伙对你的认可 那你要给他 一个好的归宿 就是我今天把你送走 你以后就留在这 然后你再去写新的 所以我那一季呢 这两个目的 都达到了 对我来说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一个事情 但是可能是 你初次碰到过的事情 就是线上 一下子网上 可能很多人说不好 对 你心里不受伤吗 受伤 当时 所以那一季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怎么熬过来的呢 当时那受伤 先说一下受伤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受伤就是因为 你平时线下的演出呢 不会有那么多观众 表达出对你的反对的意见 说你不好笑 他觉得不好笑 他就走了 对 你没法跟着他听 其实我一直活在一种幻觉里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不喜欢我 就见到人 越来越少了 对 好笑的鼓掌 对吧 好笑的 你听不上的声音 可以 然后一上线 你会发现 不喜欢你的人 可以非常多 所以 那个时候 我后来是总结了一套心法 就是我想我怎么调节自己 我这个心法就两条 第一个就是 我当时讲的东西 有没有违背我自己的 违背我自己的一个 怎么说呢 是意愿 或者是良心 或者叫认知也好 就我不是 我不是为了取悦你而讲 我是不是这样 说先排除 不是 第二就是 那所有观众对我的不喜欢 对我提出的批评 有不有助于我改进我的段子 然后我发现很多也没有 就没有办法 他就是不喜欢 但是 他但是不是说 我我我我这会认为 我做错了什么 嗯 所以我如果这两条 哎 如果都不符合的话 那我就 就 坦然接受 坦然接受 我就 我就 不能什么 不不 过多的自我批评 这这行啊 这心理能力啊 其实他还是把评价尺度 放到了自己身上 就会好 就是你 其实太操心观众 你操心不过来 操心这个观众 就得罪那个观众 你这样 观众关系还不好 我觉得这个 其实就是个 很真实的人 就他那些心事 他放在这 变成作品 但这些东西 也就只能起到 安慰你自己的作用 但你真正要解决 这个问题的话 还是周老板 第二年演成了 这也是为什么 周老板说 他后来有了这个 他自己是尺度的 这个想法 就因为他成了 就是成了之后 你就知道了 什么是好的 没事你们不笑 但我知道 我讲的东西是好的 你们笑了 但不妨碍 我觉得我写的 这个东西不行 我得回去再改改 这还是用你的治愈法 来解读他的治愈法 是 还是得等到下一场 成功的演出 我觉得你有种 报复性 验证 是要赢一场 真的你有点像 邓亚平那路子 就是 我运动员性格 我运动员 我打冰王球的 怪也不得 这邓亚平跟我们聊 就是 就是输了不要紧 我肯定要赢回来 赢回来 就是彻底情绪打翻身 是 然后我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可以 我就这些年 研究一个本领 就是我可以忘掉一些事情 就我可以把这个 不开心的事情 从我脑子里面抠去 复名乍评 我真的是可以 刻意 就是把这些事情忘记了 然后你慢慢刻意 练习过了 你就后来就慢慢 就可以 无意识的就把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忘掉 你平常是不是很 就是不是特别像他一样 特别独的一个人 就是挺喜欢跟人交往啊 朋友很多 是 就是我还挺喜欢热闹 就挺喜欢跟熟的朋友 一起热闹 但见到陌生人多 其实也心慌 但我是比周老板会更那个 就是喜欢热闹 是更智慧的 你看我最近刚学了个心理学知识 我觉得很有启发 就是说 每一个人呢 都有他生理上的最佳激励水平 如果你的激励水平 就是你接收到的外界刺激 超过了你的最佳激励水平 你可不可以应付呢 你可以的 但是呢 你会觉得耗损经历 我举个例子 你更容易明白 就比方说啊 对于激励水平 就有些比较内向敏感的人来说 我说实在话 我相信我跟周老板 可能都属于这类人 我也很喜欢跟朋友交往 跟朋友交往 但是呢 会觉得有点累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他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是休息 他出去不是说他不高兴啊 跟朋友在也高兴 但是他整个是觉得 这是耗费精力的 包括在台上演出 相反 比较外向的人 你知道吗 这更有趣了 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啊 可不可以呢 没问题 是 但是对他来讲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是耗费精力的 他要出去跟朋友玩是放松 是 我之前看也是就是 用这个标准来区分 内向者和外向者 就是你是否觉得 跟别人交往 是对你的补充 还是一种消耗 对 对 对 我们可以吸取很多营养 但是仍然 是不是你觉得 还是消耗精力的 会啊 还是会消耗精力 对 你就觉得 我就是没有 越战越勇 但我自己待着 我就自己待着 也不好消耗精力 我自己待着 你说在家看书 什么之类的 也能待得很好 但跟朋友出去 回来就是身体上的累 那就是没啥 没有任何的心理上的累 就也不会后悔说 哎呀 我为啥要出去 没有 就是开心 就是精人勇动机 没有任何能量上的消耗 我到精神倒是还是很这个坚挺跟坚强 然后就也没什么太多的事情能特别的伤害到我 就还好 你们你们觉得累吗 这现在这这么成功是吧 肯定要到整天接通告到处 甚至商演 这肯定很多 一下子跟你以前的生活 会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 我首先不成功啊 没有说成功 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发现我 比如这一年两年的 其实自主性 主动性在下降 就是很多事情是来了 找到我 而不是说我主动要去做 所以在这里面呢 会有一些 所谓的不是的地方 就是你突然感觉自己的人生都是被安排 因为你之前那时候 所有都是你主动的 你要主动去演出 主动去联系别人 主动报名上台 所有都是你主动推进 你就扭劲 现在就是这个 曝光了以后 确实有很多好的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曝光了 好像是什么丑闻 对 出面当丑闻了 我这个 段子被揭发以后 就是你会发现 很多事情都是被安排着 会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让自己的人生 再走上正轨的话 还是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主动去做一些事情 但我有时候又比较懒 这个悖论 这个悖论 我觉得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来参加这个远庄派 这是一个被动加主动 完美结合的 到现在终于找到了主持人的感觉 不过我很 我很佩服你们的 就是这个 就是得留意观察生活 比如说像你学的那个 说中年人玩那叫什么游戏来的 进屋的那个 鬼屋 鬼屋那个游戏 说那中年人玩鬼屋游戏 那真是纵浪大话中 不喜意不惧 就看见什么鬼来了 都白了 是 你不是中年人 你这么年轻 你怎么有了我们中年人的体会了 有啊 我是啊 其实是啊 你把自己当中年了 因为大家都这么看你 而且你周围的人也到了 你不能因为长得像 就认为是中年人 年纪 从客观观点上也到了 而且尤其是 包括今年也是 就是每年在比特有大会的时候 正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生日就在那个期间 然后一过生日 你就开始算年龄 一算你就开始 就那个沧桑一切就附体 是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不过生日 我都觉得 我就30岁2930 但你一算 哇3334了 你还是会去焦虑 比赛的劲儿来自于这儿 你就没过一个好生日 你是生的时候不好 生过往事 5月20号 生过往事 对 所以说就会有 就是有这种感觉 你冲我们说这个 不有点太残忍吗 还行还行 我这 我从现在30多岁的人 都觉得自己是中年人了 这不符合联合国定义啊 没有 还要抓我们 不能看出场日期 有的就是这样的 就成名之后 就是有很多疲倦感嘛 但我其实看到 有一次访谈 我那个你有一段话 我特别喜欢 你说有一个好处 就你想做的事成本变低了 对 比如说我想去哪个大学 跟人聊的哲学 聊的物理学 我觉得这是有意思 但取决于什么 一定是你从前真有值得干的事 是 因为我其实心态还好 你看啊 就虽然那个又忙又傻的 但你看看 其实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 所有的活动和工作 是提前问你的 就没有说什么 你一定要去什么 这 但也的确比如说像来这个地方 这个咱不是追问啊 来这个地方那就是开心啊 我就想来 这个就是工作兴趣 这个包括以前的这个 愿望 几合一的事 挺合一的事 就特别的开心 那就别去那了 以后就在这吧 那也得生活 感觉我们这没生活 咱是有吃饱的 有瓜子 能吃饱肚子 你可以代言喝口的 吃饱肚子是真吃饱肚子 好 哈哈哈哈